如果给你一张免费的欧洲往返机票,你会去哪儿呢?我会推荐你来东欧,这里整体的消费水平低,让你在享受旅行快乐的同时,还能感受到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 首站你可以飞往捷克的千塔之城布拉格,这里的老城广场虽然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,却依然散发着无尽的魅力。 站在广场中央,你可以看到哥特市、巴洛克市、洛格可市和古罗马市的建筑物相互辉映,仿佛在向你展示着一个神秘又美丽的世界。 往南驱车途经最美的克鲁姆洛夫,这座从南宋开始就存在的小镇,至今还完整保留着欧洲中世纪的样子。 漫步其中,你会感叹岁月静好,是对这座小城最好的诠释。 接着你可以前往欧洲的心脏奥地利,这是一个充满了音乐文化和美景的国家。 在维也纳,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文艺气息,在萨尔斯堡,则可以追寻莫扎特的足迹。 而享誉世界的天堂小镇哈尔施塔特,也值得纳入你的行程,往西走,你会来到一个名字里但有爱的国度。 斯洛文尼亚,这里拥有东欧最美的湖泊,布莱德湖,它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座人间仙境。 在这里,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宁静和美丽,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神秘国度的独特美丽。 第四战,你将前往匈牙利,一个拥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国家,登上余人堡,俯瞰让人心动的布达佩斯全景。 眼光看向河对岸,匈牙利国会大厦,就像是一座巨人,坐落在多瑙河畔的岸边。 它高耸的尖塔和宽阔的立面,仿佛在向世界展现匈牙利的庄严和壮美。 在东欧旅行,这里的每一座城市,每一处景点,都承载着浓郁的文文化底蕴,和深远的历史传承。 它们犹如一本书,将欧洲的过去,现在和未来串联在一起,让你更深刻地理解这片大陆的魅力和神秘。 怎么样,你想来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